中国电动车最强三重地 理想未来和小鹏 还有没有更高的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的是 中国目前的新一代电动车企业中 最强的三重地 未来理想和小鹏 我们知道电动车板块 在过去几年应该说被说烂了 曾经由于国家的补贴和政策的优惠 在中国是出现了超过100家公司 做电动车企业 很多其实都是为了骗补 或者说为了国家的补贴 实际上生产出来车 跑不过150公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现在知道大浪逃杀之后 现在剩下的企业 其实已经为数不多了 那么在这些新兴的互联网 电动车制造企业中 有那么几家目前呢 一在美国上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二目前的销量正在逐步提高 其中我要说的三家 就是理想未来和小鹏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数据 未来汽车目前有四款汽车在销售 它的售价呢 大约是在35万至65万人民币之间 小鹏汽车有四款汽车在销售 它的标价为15万至32万人民币 理想只有一款电动车在销售 目前的标价呢 是33.8万人民币 但是这三款汽车 或者说这三家企业 都已经在美国上市 而且他们的市值都非常的高 那我们要知道呢 我之前一直说过啊 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 一个不赚钱的企业 到目前为止 从他们上市到现在 这三家电动车企业 没有一家是赚钱的 都在烧钱 而且呢 是每年烧的钱 看上去呢 还不少 那既然都在烧钱 为什么他们的股价 在过去的12个月 还能持续上涨 甚至于翻倍的上涨 我们以未来汽车举例 在2018年 它的汽车出现自然的这些丑闻 包括呢 员工大幅离职之后 当时的股价曾经最低的时候 到过1.4美元 1.4美元哦 但是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就是未来汽车 最高峰股价的时候 大家猜猜有多少钱 60美元一股 从1.4到60美元 时间只不过用了1.5年时间 也就是年增长率超过40倍 太夸张了吧 但它有没有赚钱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但是它画出来的饼 非常的大 其实像小鹏也好 理想也好 这三家企业目前 每年依然是在亏钱 但是并不影响 他们的市值越来越高 为什么呢 这就让很大程度上 就像我们说的 股价的来源 它并非是投资者和股东 看的是过去或者是现在 它主要看的是未来 也就是说 大家对这三家公司的未来 比较看好 但是在这三家公司中 他们依然是有不同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以未来举例 未来汽车背后的大股东 目前是以京东和腾讯为主 但是呢 小鹏汽车的背后呢 则来自于阿里 高岭 红山 小米 红海基金 以及呢 卡塔尔主权基金 理想汽车的背后呢 仅有一家比较知名 那就是美团 所以这三家汽车公司 分别呢 是囊获了各自板块中的 互联网企业 作为他们的背后大佬来支持 换句话说 三家企业 背后都有金主爸爸 但是呢 同样的三家企业 我个人现在比较看好的事 大家注意啊 为什么我会比较看好呢 虽然他们现在是亏钱 没错 但是呢 我读到了国家 发改委和工信部 关于未来中国电动车板块的 规划文章和文件 那么规划文章是文件这么写的 工信部和发改委 目前的规划要求呢 或者说是目标 2025年 希望中国的所有的电动车销量 占据新车销量比例 要达到25% 那么按照目前我们知道呢 这个电动车销量在中国 目前的比例 在一线城市中 已经达到了10%以上 特别是在上海 已经达到了高达20%以上 换句话说 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那么以未来小鹏和理想 为主导的电动车企业 将在未来的两年至三年时间里面 每年的销量将会翻5到10倍 我们以25%的总销量 为目标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达到这个量 那么应该说 这三家头部企业 可能一家 可能两家 可能三家全部 将会引领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画出的 最大的饼 这个也是中国目前 国家政策上设定的 预想在弯道超车上的 一个指引方针 换句话说 汽油和柴油 已经赶不上德国 日本 美国了 那么在电动车的设计理念 和这个路途使用的 路途 也就是我们这样做的 电动车的里程上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国际相对先进水平 虽然我们知道 特斯拉作为国际最 目前占有率最高的电动车 汽车 但是呢 如果大家花一点时间 去一下未来 小空和理想汽车的官网 看一下他们现在的汽车 看一下他们的设计 看一下他们的内饰 看一下他们的数据 应该说 我个人都非常的惊讶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三家电动车企业 设计出来的汽车 已经不比任何一家 国外的企业都差了 所以上面有国家的鸿头文件 作为指引 25%占据总汽车销量的这个目标 如果能够实现 那我相信 头部企业中 必定会有一两家 在未来 它的销量 能够让他们盈利 同时 他们的市值 将会持续上涨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在下一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 中国电动车企业中 三兄弟的爸爸 也就是销量 占据他们三兄弟 加起来再乘以十倍的企业 是谁呢 那就是龙头企业 比亚迪 欢迎您接着收看 再见